Hello, 各位早晨, 欢迎来到今天星期日的亚洲新闻 我们来看看6月8日 6月8日本身就特别来说没什么特别的 除了今晚, 小弟其中一对喜欢的Bang 应该会有他的Second Life 除了之外, 这就没什么特别 所以就不是看6月8日的东西 我们来看看前一点点 我们来看看6月6日 6月6日就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虽然大家会再多看前两天 但6月6日对于世界历史来说 都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洛曼帝登陆80周年 洛曼帝登陆是什么呢? 1944年6月6日 以美国为首的民军 在法国洛曼帝登陆 开辟了欧洲第二展场 为宋别法西斯主义德国 加上一支帖专家画 虽然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个D-Day 而这一天就叫D-Day 就是登陆日 虽然大家都知道 D-Day之前 其實蘇联 已经将战线押回波兰边境 但是法西斯这些 越早收皮越好 所以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那么重要的日子 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我们看回新闻了 最近就是英国 就是出事了 新伟成最近提前离开法国 缺席了洛曼帝登陆日 的纪念活动 遭所批评 所以他就要道歉 但是道歉 也是无补于事 正如大家都知道 道歉时 只是道歉是没有什么诚意的 总是要有其他事做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 但是他可能在今次的 保守党大选的 胜利里面 就应该都 冬过水了 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但是 大家都正正常常的说 出席一日活动 是不是公务之后 这么忙呢? 是不是一个活动都出席不了呢? 何况这个又不是 小活动 这个也是比较大的活动 即使你说不是国庆的 但是 二次大战也是一件大事 你在这里纪念下 你等一天会死 有些人当然就说 会不会和他的血统有关 他是印度人来的 不是很关注韩杀人的感情 历史等等 这个解读 可以是一部分 但是我当然 持保留意见 只有一句 当你去到一个政治高峰的时候 那些所谓的 什么乡下 血物 民族 种族 这些 基本上都 脱离了 基本上你要想的是 政治考量 和政治得益 政治得益 有部分可以化作为经济得益 所以 都是从政治方面去想的 但是 为什么我们要从政治方面去想 这件事和政治有什么关系 我们又要看回 罗文蒂登六八十周年的时候 马克龙和拜登分别过那些什么 美国总统拜登在演讲中 将罗文蒂登和乌克兰相提并论 表示 北约和美国都不会退缩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法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而 由于这件事的关系 所以 我们看到的是 最近俄罗斯也有一个新的回应 就是说 他们会开始将自己的远程武器 卖给第三方国家 从而希望一些反美的势力 得到这些武器 就用它攻击 无毒 有偶地 胡塞武装最近 亦都宣布自己是成功的 就是攻击了艾森豪威夷 这些世界大事又横还相求 是比较麻烦的 逐样逐样说 那 在大意义上来说 美国和法国都一致认同 马克龙是要继续支持乌克兰 去对抗俄罗斯 也就是说明 除了直接派兵之外 其他所有用的方法 都已经用了 直接派兵方面 马克龙是积极在想 但是 这个大体上 就是 欧美抗俄 这是大势所趋 甚至现在 那个舆论场 也开始变成 就是欧美抗中俄 欧美抗中俄 欧美抗中俄伊 欧美抗中俄伊 就是所谓的 西式民主国家 他们会自称民主国家 我们会自称民主国家 我们会自称帝国主义国家 对战另一方面的族心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中俄伊 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邪恶族心 只是名字 我们照样叫东方西方 免得统一 而已 东方和西方的阵营 现在 大体上 会开始踏入 这个小宝宝家 就踏入这个对抗时期 但是在实际 实际执行方面 似乎大家 就未必是 同路同煲 那我们看回 就是法国 其实它一直都 有一个 的情况 就是它 你不可以直接 所谓是亲美国 还是亲俄国 正如我之前说过很多次 一个国家 一个大国 一个区域大国 如果希望 获得更大的政治声望 其实它本身自己 就是一股政治力量 法国作为五常之一 作为现在全球暴露的其中一个国家 作为五常之一 仍然可以进行全球投放的 军事力量的国家 无论客观还是主观意义上 都会有它的独立诉求 也就是跟大高乐那件事一样 他们不希望完全受制于美国 只不过以往 大家就是因为美国锋芒太成 大家就多数忽视了法国在当中的力量 即使在冷战期间也是 其实法国 或者我叫欧洲共同体 它在历史上 它也是以第三方特力 独立势力的存在 只不过那时候 最后美国打赢了苏联 战胜了冷战 所以现在 古代的人有多辉煌呢 不是在于古代人的成就 而是在于现代人的成就 现代的美国人的成就很高 所以不断歌颂冷战时期的美国人 导致大家觉得 冷战就是完完全全是美苏 两边打 中间那些全部都是契弟 但实际上就不是 法国是有很高的角色 而冷战结束之后 固然欧洲统合这件事 是经历过一段低潮 因为那时候就是美星勾降 但现在法国重新武装 也就是说法国它自己 就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 或者安全的意识来看 它是有自己的一个看法 其中一个最明显 或者大家公认的看法就是 其实欧盟 即是法国 希望建立一个 军事强大 政治独立自主的欧洲 而这一个 所谓的政治独立自主 和军事强大的欧洲 不单止法国想建立的 波兰也想建立的 所以最后会见到 就是在欧盟各国里面 会有很多的国家 一部分的国家 它们对于 援助乌克兰 这件事是格外而充的 这个包括波兰 亦包括法国 也就是说 对于法国来说 它其实是希望 即是叫做 重整军备 取得这个和俄罗斯 在上规列两上的军事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当欧洲 它可以在力量上 和俄罗斯 取得一个微妙平衡的情况下 它就可以摆脱 所谓的美国 它们希望有自己的 一个独立的情况去处理 这件事其实我们有本体 就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的中美关系 固然就是说 中国和美国 现在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 导致现在中国的经济 是受限的 但是难道以前的中国的经济 就不受限呢 正如我之前说过 就是中国和美国之所以 在金融海啸之后 这么紧密在一起 是因为美国需要中国的商品 去做对冲 而这个商品对冲 最大前提是什么 就是中国的商品足够廉价 也就是说 美国他每一次买商品 他一定有个上限加价 不会升的 这件事对于中国的 特别在发展中的中国的 即是叫做阶层来说 它是难以接受的 即是每年加人工很痛苦 公务员价3%的薪金都很吵 何况你不加人工给我 这件事就是 中美贸易战的其中一个 一个由因 所以为什么就是 就是我们说 15年做分水嶺 15年前的中国人 就很热衷 很爱美国的 或者对美国有一个相对的 向往 或者是衷劲 但是15年之后的中国人 基本上就很少了 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拿不到钱的最大原因是哪个 华盛顿 这是一个例子 而现在中美贸易战 虽然就是经济下行 但是相对来说 所谓的封顶上层 也就是没有了 之后如果经济上升 相对来说 就很严重 而这件事就是欧洲想做 就是 现在美国 对于欧洲的割韭菜行动 它不单止是建基于一个 所谓的 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之上 它更加重要的是 在于一个所谓的 核保护散的光芒之上 就是你说 小型个体户 或者小型商户 这些处理 当然就没什么好说 它说的是行业与行业之间的问题 即是美国的行业 对于欧洲行业的一个 即是 你也说是 傾销也好 或者是一些叫做 保护主义也好 都是有这些情况 比如说 举个例子 就是 欧盟有一段时期 其实他们自己是有 发展战斗机的情况 但最后 美国就说 F-35我弄出来了 我卖给你 相对来说 你便不可以再弄自己的飞机 这件事 它在欧盟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 其实很多欧盟的国家 都开始说 要买F-35B 但其实F-35B 到现在都应该是未找到 或者找了一点 可能不太久 这件事在日本也出现过 日本当时 自己弄个深神出来 美国就说 卖给你了 买到现在都未有 但是 深神的project 就这样断下了 已经没有再弄过 这是一个 你既可以说 是因为 美国提债国 更加成熟 又廉价的方案 亦可以解读为 在安全保护傘 的滞爪之下 其实 各国都没有什么 很好的选择权 无论是欧洲也好 还是日本也好 当然 这些都已经是 高配玩家才有的待遇 你看看韩国 甚至少被人提提 买F-35的资格 也没有 更不要说 譬如说 台湾地区 也没有F-15的资格 所以相对来说 这个就是 这个情况 但是这件事 对于欧洲来说 它的产业 情况是不理想的 因为始终你去美国 买商品 你也是去美国 买商品 你促进到的就业 是美国的 你资金给的对象 是美国的 你花的钱是自己的 工人又失业 这些全部都是数 所以 一个所谓 军事强大 政治独立 的欧洲 其实对于 欧洲未来的发展 不是必须的 但是 不是必须的前提 就是他们没有 所谓竞争 竞逐世界 或者没有继续维持 区内大国的决心 但是这件事 就是比较惨 法国有 既然有 那么 军事自主 军事独立 政治自主 政治独立 这件事要做 有军事强大 政治独立 才有经济独立 有经济独立 才有发展 至少在目前 我们叫主流的 一个 发展观来说 经济是一个 最重要的下心部分 所以 这个就是 法国 借助这一次 在乌克兰的危机中 就是做了整军鼻舞的情况 而这件事 其实是在支持的时候 你也看到的 就是法国 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而是支持的同时 我之前也说过 就是法国和德国 已经重新 即是叫做 开始重新自己的工业 当然 法德之间 仍然有数说 德国是偏向 想 跟着美国 所以德国 其实他没有一个 所谓的雄心壮志 就是 要做一个 区域大国 或者他认为 可以透过 跟随美国 去获得自己相应的 地位 就是 这件事就是 入关学 就是我们之前 说的入关学的问题 就是 只要老大打赢了全世界 到时分饼 难道你那份 但法国人 就不相信 入关学 法国人就是说 现在都分不了饼 给你 将来 搞定了之后 难道会 再分给你 这个就是 无左派 原来入关学 和无左派的 思想领域 你放在 中国里面食用 你放在中国外面 也食用 这个就是 法国和德国的情况 但是 无论如何 法国应该 就要贴了心 要走 这个 透过 军事 没有了眼睛 而令到 欧盟独立的情况 所以 一开波新闻 乘放飞机 就是这样 它可能有一个情况 是 它不是很想 让人们觉得 它支持法国 这个行为 就是 因为英国 其實他一直都是一個很完妙的角色,在國際政治地上 你說他是大國,他固然是大國,但他又好像在現在這個版本裏 沒有中、俄、英、中、俄、法這麼大 但你說他在一個小國,他又掌管了這麼多英聯邦 他又是歐洲國家,他又是海權國家,但問題在於是 你說他是大國,我們看他海軍規模又知道他又不是 其實以往定性就是英國自從以前之後,其實他很清晰自己的定位 所以基本上,在近20年左右,他主要的步伐就是跟從美國 在這個狀況之下,歐洲他一個整合的行動 英國作為一個歐洲國家,大家都會問他 而英國就透過放飛機這一招,去展示一下他的政治核心情況 當然,累到保守黨大選輸了,可能這個是負帶傷害 但是你說這個,其實你說是不是一定要做放飛機這麼激進呢 我又未必會這樣看 但是這個是一個訊號 就是英國其實不是很想給人一個錯誤的感覺 就是他會加入這個歐洲統合運動 也就是說,英國也說得明白了 就是賣契弟也說得明白了 就是說,我一定會跟隨你,美國老大 我就不會去做那些事情 那這個就是,我們叫做 就是這個洛曼特登錄的一個小小的注釋 但是剛才說到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安全問題 那最近,美國那邊又有新的聲心出來了 就是美國幾年,在未來幾年就會部署更多的戰略核武器 以這個壓制來自俄羅斯、中國和其他敵對方 日益增進的威脅 那這個是這個國家,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官員之一 那沒錯,就是少依姑升到去那級的安全委員會 雖然不要再說他們被人貶官 人家是升了官的 那就是俄羅斯有這個級別的事情 美國都有這個級別的事情 而這個級別的人說的話,我們會引述為一個 美國政府的一個代表的說話 那他就說,希望透過船頭布帽 去壓制中國的成長 那這個固然在怨情來說就是講到剛才那個 東方和西方陣營的問題 在近來,他主要回應就是回應俄羅斯那句 他就說會亂買一些怨情攻擊武器的東西給這個國 那事件我們又要追捕索源 為什麼俄羅斯會說要買一些怨情打擊武器給人呢? 因為美國就開放了怨情打擊武器 進攻俄羅斯領土的權力給烏克蘭 那就是賣武器給他 為什麼要賣武器給烏克蘭 或者開放了權力給他呢? 就是因為烏克蘭需要面對俄羅斯進攻 目前來說是最嚴重的階段 為什麼是最嚴重的階段呢? 就是因為現在是俄羅斯進攻的最好勢頭 而他在先前進攻中 他獲得了非常好的戰果 這個戰果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烏克蘭剛剛拿到美國的援助 但是這些援助未能夠足夠成為戰鬥力 他都需要時間去做事 在這個狀況之下 所以烏克蘭現在是危急存亡之際 他就需要阻止俄軍的進攻 而俄軍的進攻需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集結他們的物資和部隊 他們會在哪裡集結呢? 就是在別爾哥諾德一個俄烏邊境的地方 所以如果烏克蘭可以遠程打擊這些地方 他就可以延緩甚至阻礙俄羅斯大規模進攻的行動 從而賺到時間差 令烏克蘭可以等得更久 所以美國就開放了這個權力給烏克蘭 所以也就是說 站在美國的立場來說 他是非常之欣賞 非常之支持烏克蘭繼續和俄羅斯打下去 而對於歐洲來說 剛才我們說了同床爾蒙的問題 歐洲相對來說 他未必這麼想烏克蘭和俄羅斯繼續打下去 但他更加不想俄羅斯跟歐盟這麼近 即是說他的底盤是保住烏克蘭目前的領土 但你說反攻或者繼續打下去 他就不太樂意 他希望的是現在就地簽和約 而這件事不是美國看到的事 不是美國想看到的事 美國是想看到他繼續打下去 這樣就通創意夢 但無論如何都好 都是要繼續打下去 而打下去對於俄羅斯來說 最大的影響就是戰爭要繼續進行 之前也說過俄羅斯現在的國內經濟已經全面走向戰爭經濟 他之後或者他目前來講 大家會看到一個假象就是 或者大家會看到一個現象就是 俄羅斯越打越負 根據他的說法就是由第五經濟第一變成第四經濟體 但之前也說過幾次 再說一次就是 戰爭這件事本身 對於國家來說是財富消耗 他做不到財富增長 他做到財富增長 是建基於因為戰爭而帶來的勝利 這個才是財富增長 但是戰爭是可以失敗的 如果失敗的話 他便沒有財富增長 勝利的時候 你都要透過有限制 或者無限制去搜刮戰敗國的財富 才可以填到坦 這樣才叫財富增長 所以俄羅斯其實都是一個比較艱難的情況 但是我們更加要注意到 如果俄羅斯一旦 一旦 即是完全走向軍公 即是走向軍公 軍公國家的話 他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 要不斷擴大戰爭 不斷擴張戰爭 這樣才可以令到自己的經濟繼續增長 即是因為軍事工業 我們是說重工業 我們是透過整炮彈換經濟 但炮彈如何換經濟 炮彈就是炮彈 你民用不了 你賣不到出去 那你不斷賣給其他國家 要不就是拿這些炮彈過去打人 然後拿人家的錢 即是無論如何都好 即是俄羅斯當他走向這條道路的華 而他之後沒有了經濟調整的華 那他就只能夠做一個不斷戰爭的行為 那這件事 所以俄羅斯之後也說 我們會開放越來越多的軟村 不會全部給其他國家去使用 一來就是回應回美國他那一句 說你左眼不穩定你就是蕭春袋 那你既然反我桌 那我就反你桌 另外一件事就是他也有一個情況 就是他要面臨自己的軍公日出的問題 即是軍事工業 即是經濟調出你要支持經濟 那你要做什麼 你就要賣武器 賣武器換現錢現錢添回來 然後繼續支持他的戰爭 所以對於俄羅斯來說 即所謂的越打越腐 都是我們知道最底層的邏輯就是不存在 即是一個國家 亡戰必危 好戰必亡 就是這樣 為何孫子兵法中 就是說 兵貴神速 最好你快點打完獎 就是因為孫子 他其實就是在兵法中講到文 春天你要耕田 秋收你要收割 所以你最好打仗的時間 你要不就是夏天 要不就是冬天 你打仗你就打仗 你不要妨礙別人耕田 你打仗還打仗 你不要妨礙別人收割 那這個就是孫子兵法最核心的其中一個想法 就是你打仗的時候 你要考慮到的第一就是 所謂的民間的定時作息 但其實底層就是你要考慮的是國家經濟 就是因為那些人勞動力走去打仗 沒有人耕田的話 那你下年就是成谷種了 那你不就是繼續不斷地打仗 那你不斷地打仗 那你不斷地打仗 你會做到什麼情況呢 你不就好像漢武帝那樣 打到國父空虛 即是我們又舉個例子 就是明朝去到晚期的時候 其實全國的騎兵應該是三萬匹左右 那你加上其他的騎兵應該是五萬 就是你頂多計 你都是去到五萬八萬匹左右 但是一場 漢武帝時期一場的莫不知戰 他用騎兵已經用了十萬 而見到就是 而漢武帝那種的不斷征戰的模式 他對於那個的錢財消耗是非常之大 所以為什麼他有時候最後要輪台聚己 就是這樣 就是用錢花光了 人民都過得很艱苦 也很嚴重 所以我就要輪台聚己了 但是輪台聚己之前他有做過什麼呢 他就是一次過炒起了 杜太子和他身邊的高慶們的貧黨們 順便產生了很多部分的軍工集團 如果看到就是 看到漢武帝晚年的情況 你會看到他不斷地做一些密和密和 然後有很多的軍事貴族 都是被割除 都是被剷喉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一批的人 是靠打仗去搏實 而打仗已經是令到國家財政財 太過消耗了 你可以怎樣處理這一批人呢 如果你停止打仗的話 他們就不甘心 A剛剛才升官 他還想升官 B更慘 到頭官都還未升 他更加想升官 C剛剛看到A和B 他剛剛進來 他當然是想做一些事情 結果你說不打仗 那誰會復你呢 所以漢武帝的解決方式比較殘暴 全部和我割了他 不要和我阿滋阿作 這個是處理軍事擴張牌別的一個做法 但是你說放在俄羅斯裏面 可以這樣做呢 那是難搞一些的嘛 而且就是 雖然人家來說 你可不可以換做不斷擴張精戰呢 那你就要確保你每一次的軍事冒險都能夠成立 當你的軍事冒險一旦停滯的話 你們的經濟就會必然崩潰 我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侵華入軍 其實去到394年開始 日本在華北的經濟已經是臨近 其實已經是崩潰了 因為他們透過戰爭徵戰之後 本身徵戰完回來 他們都不會運行 他們的經濟搞成糞便 更加不要說 就是之後去到4041年的時候 其實中日之間已經是一個相似戰爭 在相似戰爭之下 共產黨還要在他們本身的根據地那裡 就不斷擴張 這個狀況之下 雪上加上 所以其實去到4042年開始 經濟已經崩潰了 所以去到4045年的時候 他就在走第二套經濟體 這套經濟體之後 即是他那套 business model如何運行呢 之後再說 有機會 但是 這個是一個俄司要考慮的事情 他現在考慮的事情 固然是有俄烏前線的成敗問題 也就是透過 你有時候 與其提高自己 不如貶低別人 那你就增加一下別人的投入成本 為何美國可以 這樣支持烏克蘭法呢 一來就是想搞死你 這些沒什麼好談的 二來就是本身他沒有事情很煩 沒有事情很煩的情況之下 而我又需要去賺錢 那我可以怎樣呢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買些導彈給互塞武裝 你想想他幾門 土砲都這樣打 你也很疑心 如果他換了幾支導彈 他還不射到你PK 射完之後 你究竟還不入局回中東呢 這個就是 最理想的情況 如果你不回中東 或者你怎樣被人打 你也不回中東的話 那麼 在中東裏面的其他國家 或者是非洲的國家 就可以 搞新一輪的事情 因為以往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不只有以色列 除了以色列 有些之外 最追究的就是 顧忌美國 但你也擺明不回來了 被人打都不出聲 那我就開始落場了 所以為什麼最近大家看到 伊朗 黎巴嫩那邊 就頻頻動手 那些動作越來越多 但是如果你說 啊 我要報復湖塞 我要重返中東 那就更好 你一重返中東 想走出來就懶了 上次你入中東入局 你用了20年才出局 剛剛過了兩年 沒多少 你又入局 我又賺多20年 那就是 最少對中國來說 一定很開心 開香檳也來不及 笑都笑醒 就是 對於俄羅斯來說 你多個地方投入成本 你相應地來說 對於俄羅斯之前就比較少 那我之後就可以拿到烏爾蘭 就是我們 那個前線打仗就更順 那當然 就是 打仗了之後 俄羅斯怎樣處理軍功夫合體 是之後的事 他不需要這麼快想著 過面前理慣線 其一 其二就是軍功夫合體 他 去到亡戰必危 都還有少少情況可以 就是 搞到的 那就是 俄羅斯也不需要 每次都自己親自下場 或者不用每次都打一場舉國戰爭 即是軍功夫合體這個問題 1953年的時候 艾森豪威爾自己都說過 今次是說本人 不是說男 是的 他 他自己都說過 即是美國的軍功夫合體 都玩了幾十年 美國亡國沒有 未亡國 未亡國 衰落是硬的 未亡國 而且 至衰落到亡國 都起碼有七十幾年 俄羅斯學者自己都覺得自己可以頂到七十幾年 那你又怎樣說呢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的對手不要太強勢 還有你的對手有其他事 不要只顧著你 所以就是 亂七八糟這樣炒滿一碟 就形成了今天這個亂七八糟的局勢 你講到已經是亂七八糟了 更何況你現在簡直是在實施 這件事 美國當然也看到了 他也覺得很嚴重 所以他不是說要擴大核武器庫 然後去應對中俄威脅 即是跟俄羅斯說 就是 你自己的經濟問題就麻煩 你自己在內部處理它 如果你亂派煙花的話 我就等蘑菇 大家一起死 但是 也有一句 蘑菇是何時最好用呢? 他不用的時候最好用 即使俄羅斯 他那時戰敗到 即是在戰場上獵勢 未遇到戰敗 沒說那麼誇張 戰場上獵勢那麼重要的情況之下 他不斷說要擴大核武器庫 但他最後都沒有擴大核武器庫 其其一 其二就是 他剛剛說到核俄炸的時候 中國馬上出聲了 就說核大戰打不得 即是中俄這麼近都說 你不要玩這些東西 何況是美國 即是那時 對於俄國來說 是多的情況之下 他都暫時不能擴大核武器庫 現在美國還未完全開始叫做獵勢 他外表上都騙得下人 他外表上仍然象徵著 世界的第一生產國家 即是對於經濟發展 對於他來說是有好處的 情況之下 更加不會主動擴大核武器庫 所以其實大家都知道 擴大核武器庫 主要都是嚇嚇對方 即是 即是這個世界是等著五強是瓜分 那瓜分還未瓜分 你就擴大核武器庫炒 大家都會不滿意 他自己也未必會滿意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冠冕的說話 即是擴大核武器庫 即使你真的擴大了 都沒用 難道你真的射過來嗎 你一射就三箭了 所以更何況他說 這是或者考慮的方案 他就未必會這樣做 所以現在仍然很操台的班子 俄羅斯賣遠程打擊武器 應該都會實行 因為烏克蘭要過治療關 烏克蘭過治療關 就是可以射導彈過去俄羅斯 作為回應俄羅斯 就可以射導彈去其他地方 即是亂七八糟 但是這個亂七八糟的局勢 會代表著什麼呢 就是有理由相信 中東會開始更加正裁 因為這件事也是一環接一環 簡單一點來說就是 伊朗 伊朗作為一個 一來就是 萊希死了之後 穩定國內局勢 二來就是在經濟 business model 中 革命衛隊都需要不斷 去擴張海外的利益 在以色列的情況下 他會繼續加緊對於 以色列的打擊或騷擾 而在這個狀況下 如果有些來自俄羅斯的神秘產品 去伊朗或者甚至不經伊朗 直接去賣給一些抵抗支援的國家 相信他們會有足夠的火力去 去做以色列的行為 然後他們 即是有足夠的本錢 去做以色列的行為 而去不去 本身就是可選項 但剛才也說到 為了穩定國內國勢 為了做一個經濟擴張 伊朗會繼續催谷大家一起 在以色列的情況下 相信會打得比較麻煩 以色列是怎樣應對呢 多數就是 以目前這個狀況來說 短期內應該不會打 一量身一量的大戰主 即是他 一頭半個月 說不定做個威勢出來 會很大 但有頭威就沒有尾勢 總而言之一場長期的戰爭 AKA超過三個月的戰爭 因為現在 現代人比較急躁 兩年的我對於大家來說 已經很久了 所以對於以色列人來說更久了 即是長過三個月的戰爭 應該就未必難 因為內塔尼亞湖 都很難向國內交代 你打了加塞打了那麼久 甚麼課都沒有教 你還跟迷巴亂打 你還跟敘利亞打 你還跟伊朗打 難說了一點 所以短期之內 就未必有長期的戰爭 但長期方面 應該中東會越來越混亂 當然 最後說一下 我們阿克實洪水的主要參與者 現在都已經 接近消息一隻的哈馬斯 現在去了哪裡呢 雖然 大家對於巴勒斯坦人的同情非常之高 以色列在加塞裡 都打了非常之久 但是我們隨著這個版圖去看的話 我們有理由相信就是 哈馬斯應該在這一場的加塞戰爭裡面 他應該造成的傷亡都非常之高 兵力應該都非常之少 有些人說他只剩下4個型格兵力 大概1,000人左右 也就是代表著他之後 都未必有足夠的力量 可以在短時間之內進行一個 對以色列的反擊 那你說長時機來說 他可以繼續增加 因為始終加塞這一片土地 本身就可以引辱出 無數的抵抗以色列的戰士出來 這是經濟結構 我們所知道的就是什麼 一些所謂的抵抗力量也好 游擊隊也好 其實他主要是一個政治問題 他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軍事問題 而哈馬斯也是一樣 但是你說短期之內 就應該沒什麼力量再去打 哪怕大家都對他的寄予厚望 所以正正因為這樣 所以最近大家會看到 真主黨 即是黎巴雷真主黨 他增加了對於以色列北部的攻擊 因為如果 哈馬斯還有力量 那麼伊朗直接課金給哈馬斯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看到的就是 已經不是在討論 一個以色列和哈馬斯激戰的問題 而是以色列進入拉法 擔打拉法的問題 而實際上大家都知道 他已經去了拉法到達 在這個狀況之下 為什麼哈馬斯沒有一個新一輪 比較亮眼的攻勢呢 除了伊朗給不夠錢之外 而這個可能性都偏低的情況之下 最主要就是因為哈馬斯沒有人 沒有人的情況之下 你只會是這樣 所以就是 伊朗換了贊助隊長 就叫真主黨做些事情 或者是這樣做 但是正如剛才也說到 就是這一場所謂的 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間的戰爭 它應該較大的機率 是 短期 爆點比較多 長期應該在低利度 這樣進行 如果不是的話 以色列真的很難向國內交代 但是 這個以色列之間的想法 只是 伊朗有什麼想法 以及 黎巴嫩中主黨有什麼想法 甚至伊朗和黎巴嫩背後的 俄國有什麼想法 就是另一回事 這些就是一些 錯綜複雜 又與蜘蛛網一樣的 國際關係 但是 大家都會看到一些共通點 就是從俄烏到尾巴 其實它背後都是 就是 幾個區域大國 甚至幾個超級大國之間的 一些 就是 就是 犬牙交錯的 一些 你死我活的酒鎮 而他們當中 盟友都未必是盟友 敵人都可以 不是敵人 同床都可以異夢 但是異夢都可以同床 那 所以 這就是 就是我這樣的情況 那麼 星期一就應該繼續 星期一紅一 然後我又要上班 又跟大師一起做節目 你說 幾慘幾次都是紅一 幾次都選了紅一 都是要上班 不過 要做都是要做的 那麼 預祝大家 端午節安康 始終 端午節都是 是屈原跳河的日子 廣端午節快樂 都好像怪怪地 那樣 就是可以恨不得他早死做超生 那樣的 那就是我們都 尚算尊重先人 對不對 那麼 唯有足一句安康 那麼 希望大家都 吃到這種了 那麼今天呢 就去到這裡先了 謝謝 我們就知道 我們還是來看 我們還是來看 會不會 我們還是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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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開放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